杜老板是个表演木偶戏的街头艺人 他最宝贝自己的木偶 但是一天他突然病倒了 于是让妻子和儿子把木偶扔在河里 没想到俩人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妻儿的尸体就被打牢了上来 晚上法师为妻儿进行火化 没想到杜老板床上也燃起熊熊大火 虽然众人赶来扑灭了大火 但为时已晚 杜老板已经断气 所有人都说这是木偶的诅咒 所以不敢再靠近杜老板家 但表演面具舞的歌冬 却偏不信这个鞋 他悄悄溜进了杜老板的房间 并找到了杜老板藏起来的香精木偶 就在他觉得自己要发大财了 喜滋滋的拿着木偶去河边清洗时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给拽了一下 他没太在意的继续清洗着木偶 洗着洗着木偶突然面露凶向 直接把他拽到河里去了 杜老板的徒弟阿刚 听到他的叫声跑来 赶紧把他从河里救了起来 才发现他原来是被一张鱼网给缠住了脚 虚惊异常的歌冬 赶紧捡起从河里浮起的木偶 很快怪事就开始发生了 第二天晚上表演时 一个徒弟突然像中邪一样倒了下去 接着歌冬的老婆也开始出事 变得神志不清 阿刚告诉歌冬 是木偶上的诅咒 但歌冬依旧不信邪 既然大家都说是诅咒 那他就偏要把这个诅咒给破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老婆就被发现吊死在家里 身上还穿着和木偶一样的衣服 歌冬将木偶拿到神明前去驱邪 并开始让徒弟们学习木偶系 还让杜老板的徒弟阿刚到团里挑大梁 他的小孙女呢 无意间拿到了那个木偶 并像中邪一样扯断了木偶的一条腿 歌冬的腿也随之感到一阵刺痛 之后啊 他的那条腿就瘸了 此时 阿刚因和歌冬的儿媳搭档而爱上了他 儿子觉得呀 这都是歌冬的错 于是呢 和他理论 却被他直接给取消了表演资格 当晚 愤怒的儿子就杀掉了阿刚和老婆 晚上歌冬梦见了杜老板 杜老板在梦里说呀 这些木偶都是他的心血 他死的时候 这些木偶就要跟着离开 谁要是违背这个意愿呢 谁就会受到诅咒 歌冬害怕的砍掉了所有的木偶 却在混乱中碰到了蜡烛 一瞬间他的房间就被火海包围 看到蔓延的大火 儿子也顾不上救他 赶紧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坐船逃走了 没想到小女儿的手上 还拿着那个木偶 他紧紧的抱住木偶 就像抱着一个心爱的玩具 然后跳进了河里 绝望的父亲跳入水中想救女儿 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等他再醒来时 看见女儿正站在自己面前 朝着他举起了手中的刀 故事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 这个时候转折来了 画面突然跳转回 阿刚从水里救起歌冬的时候 原来这一切都是歌冬在水下时产生的幻境 这次他依旧看见了浮起来的木偶 但他稍微一迟疑之后 还是喜滋滋地捡起了木偶 所以人性总是这么贪婪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无论给几次机会 最终的选择都不会变 或许大多数人总是在抱着侥幸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哦 咱们下期见